欢迎来到果然八姐,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 邓维杨子是否在恋爱,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正面回答,然而,最近的照片再次引发了热议,似乎揭示了两人之间的深厚感情。 邓维对杨子的喜欢似乎早有端倪,我们可以回顾一些细节来了解他们之间的情感线索。 首先,邓维对杨子的特殊照顾不容忽视,在一次拍戏的见隙,邓维杨子因为情感戏份太深,难以自拔,而杨子为了逗他开心,突然起了兴致,给他编了一个小辫子。 邓维最初可能没有意识到,但当他注意到后,笑容满面,这显示了他的开心和喜悦,这种互动让人觉得他就像一只被女朋友疼爱宠溺的小狗狗。 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例子表明邓维对杨子的特殊情感,当其他女演员试图给他编辫子时,他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对杨子的夸夸言辞也让人感到明显的宠溺。 这种行为与其他剧组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表明邓维对杨子确实有特殊的情感。 在综艺节目《你好!星期六》中,杨子被众星捧为女一号,而邓维在杨子身边默默注视他,这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他们之间的眼神交流充满甜蜜,似乎透露出更深的情感。 杨子在节目中提到邓维饰演的角色时,邓维羞涩笑容也不容忽视。 虽然邓维的职业生涯相对较短,但他在演艺圈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他不仅拥有出色的外貌条件,还通过不断努力和角色扮演来提升自己的演技。 他将每个角色视为自己的朋友,通过深入研究和带入来诠释每个角色,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他的才华和努力使他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杨子和邓维就因为撞了同款,被猜测热恋,邓维自从长相思之后,人气起来了。 不过,杨子身边据传是有人了,不知道是不是邓维呢,也是圈内人,至于说跟身边人能走多远,就不得知LE。 长相思庆典晚会上,杨子和邓维的出场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然而,在这个备受期待的舞台上,却发生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插曲。 当晚,杨子身着一袭白色仙女裙亮相,优雅迷人,而邓维则以一袭黑色西装的造型出现,英俊潇洒,两人在舞台上互动频繁,展现出默契的配合和绝佳的演技。 就在观众们纷纷为两人的表现喝彩时,突然间,邓维的麦克风出现问题,无星号常发声。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状况,邓维显得有些措手不及,他试图通过调整麦克风的位置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情况并未得到改善。 杨子健壮,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迅速做出反应,将手中的麦克风递给了邓维,然后巧妙地退到一旁。 这一举动让现场观众感到十分惊讶,同时也为邓维化解了尴尬的局面。 邓维感激地看了杨子一眼,结果麦克风继续表演,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的心情似乎受到了影响,表演中略显紧张。 而杨子则全神贯注地注视着邓维的一举一动,时刻准备为他提供帮助。 最终,两人顺利完成了表演,在退场的时候,邓维向杨子表示了感谢,并紧握着他的手不放,这一幕让观众们纷纷猜测两人之间是否存在火花。 这位新近国民男友,凭借自己在娱乐圈的精湛表演和出色气质,逐渐积攒了许多粉丝和关注度,而和杨子邂逅,更是让他的知名度直线上升。 两人在拍摄剧集长相私时,一同奋斗,一同成长,相互依微的画面频频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引发了无数热议和争议,谈起杨子和邓维的感情线,许多粉丝都直呼命中注定。 他们在剧中的默契和情感,仿佛早就注定了他们会走到一起,网友们表示,这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期待的情节,希望他们的真实关系也能够充满甜蜜和幸福。 当然,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不同声音的存在,有人表示不赞同杨子和邓维的搭档,认为邓伦与杨子才是最佳CP。 杨子和剧中的演员们也一起比了个心,表达了对这部剧的祝福和期待,长相厮杀青了。 通过这四版结局呈现的情节来看,这四个男主人每个都是来与小天组成家庭的人,但最后谁能够成功和小天牵手,敬请期待正片揭晓。 近期,备受期待的新剧《要久久爱》终于下证了。 这部由杨子和范城城领衔主演的剧集,将带给我们一段从校园到社会的真挚爱情故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杨子的精彩演绎。 在校园里,杨子和范城城饰演的角色《黄影子》和黎青是形影不离的好友。 黄影子,一个性格开朗,善良可爱的女孩,用她的真诚和热情感染着周围的人。 黎青,一个稳重,才华横溢的男孩,用她的包容和关怀守护着黄影子。 两人在校园里度过了无数难忘的时光,一起学习,一起生活,一起娱乐。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影子和黎青渐渐长大,毕业后,他们走向了不同的工作岗位。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经历了就业的艰辛,还体验了创业的坎坷。 然而,正是这些经历让他们更加珍惜彼此,也让他们在爱情和事业之间找到了平衡。 在这个过程中,杨子和范诚诚的演技将备受考验,作为年轻演员,他们在之前的作品中已经展现出了不俗的演技,期待他们在《要久久爱》中能够再次突破自我,为我们带来更多惊喜。 夏正是电视剧制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在《要久久爱》中,夏正环节的顺利进行,意味着剧组已经完成了剧本、拍摄、后期制作等一系列工作,并获得了相关部门的审批。 这个过程,不仅是对剧集质量的把关,也是对演员和剧组的认可。 杨子范诚诚主演的电视剧《要久久爱》,集数从原定的35集,减少至32集。 这个大胆删减,让人对片方格外赞赏,粉丝们听闻这个消息后,也如同过年一般欢喜,这样的剧集长度非常恰当,太常会观看起来疲倦。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首先要谈到一个问题,杨子和范诚诚的新剧为何选择缩短了? 如今电视剧往往为了增加收视率而不惜注水,本应30集却被无理地加至35甚至40集上下然而,要久久爱却采取截然相反之策。 勇敢地删除了三集内容,在原计划35集基础上调整为32集。 不得不说导演真是抱着魄力与决心来拍摄,根据官方公告所示。 《要久久爱》总共将播出32集,并逐渐接近尾声。 该剧主题以及写作特点便是探讨多年青羊竹马在彼此成长中互相关仪,并经历分离再次重逢后,重新找回初心。 这种主题对于杨子和范城城这样具有青春斗莲底蕴的演员来说,最为贴切在者。 我们也不得不谈及关于杨子与范城城在剧中默契程度有多高的问题。 众所周知,杨子学问广博,曾与诸如李线,肖战等大红男明星搭档合作过,而此次搭档一线小生范城城,则让人更加期待对二人之间的碰撞能带来何种火花。 网传杨子将迎来悬疑剧扫鼠岭,该剧即将在今年年底开机。 扫鼠岭原著小说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十年前,西郊发生导致四人死亡的连环凶杀案。 当为满18岁的周立平被捕之后,所有人都认定他就是真凶。 只有在专案组协助调查的景观大学学生林湘明坚持认为,周立平只对最后一起案件负责。 周立平最终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年后,深夜的扫鼠岭上,废弃地铁站的隧道封屏里燃起熊熊烈火,消防队员在封屏底部发现了多具尸体。 监控视频,现场物证都显示,制造了这起惨案的正式被释放不久的周立平。 这部小说的作者是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呼颜云,2009年已善变出道。 在侦探小说的题材、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上,多有创新。 他擅长以宏大叙事的手法表现复杂的现实主题,文风雄浑,气势豪迈。 在华语侦探小说作家中别具一格,这也让观众对这部剧增加了更多期待。 这部剧据悉,杨子江与张若云谈剑刺合作,对于该阵容你是否也期待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官宣吧!